哈喽大家好,我是波尔文 昨天有茶友问我 波尔堂奥类和弯弓古术 怎样选择,哪个更好 因为他说 以前波尔堂没有细分出来的时候 会当作弯弓古术 或者是曼洒古术来卖 其实要怎样选择 更多的是看你考虑的是什么 如果你只考虑价格 那肯定是选弯弓古术 因为波尔堂奥类的价格 是弯弓古术的价格的三四倍 但是如果不完全考虑价格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得看这两款茶的品质 还有各自的特点 还有它的区别有多大 当然他问的只是波尔堂奥类 不包括波尔堂一类高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一五茶有一类大高杆的茶区 它的价格至少都是 小几万一公斤以上的原料 那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波尔堂奥类和弯弓古术的口感特点 刚好我今年做的春茶还剩了一点 可以拿来喝一下 刚好今年的波尔堂奥类古术 还剩了几品 这一品是我拆开来喝过的 今年波尔堂奥类总共做了不到十公斤 做了八九公斤 这个是弯弓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冲泡一下这两款茶 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大不大 先来看一下这两个茶的叶底 这个是弯弓古术 这个是薄荷塘奥类 薄荷塘奥类的话 还有一小点点黄片 其实调手看起来的话都是差太多 但是薄荷塘的茶叶 它采的会相对比较老一点 其实弯弓和薄荷塘的茶地 相割的话就是在对面山 不会太远 总的来说也是属于曼撒茶区 从这个香气来说 波尔堂奥类的挂背香 更加的浓郁持久 我们先看这两款茶的汤色 这个弯弓的汤色 它会更深一点 偏金黄一点 然后波尔奥类的汤色 会更浅一点点 但其实像这种汤色的话 它跟沙青工艺有关 如果是沙青稍微时间久一点点 或者是说熟一点点 它的汤色就会更金黄一点 但其实这两种汤色 都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个工艺也都是没有问题 不同的沙青师傅炒出来的茶 它的这个汤色也会有所区别 当过湾宫的时候 湾宫的茶之味还是比较滑 对 它的跟波尔堂来 最后的波尔的酱甜 水细 还有水的香气比较油脱 所以它有区别很大 对 包括入口茶味比较多 但是它的口音的时候 然后感觉都没有多谈的那种清凉感觉 会比较危险 这两款茶 如果是都单独喝的话 都非常不错 但是一对比的话 它区别会比较大 所以茶也不能对比 是 其实单独喝的话 都是很好喝 一对比的话 万工的区别还是比较大 它的冷杯香 对万工更相应的是吧 对 它的冷杯香 花杯会明显 刚才这个 应该讲的 万工的茶叶 对这种价位来说 性价比会比较高 是 对 如果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考虑 那肯定是万工 对 那从高端 平宁的角度来看 嗯 的话 我们觉得 波尔堂这款 它平坚的一个 这个 这个空间度会比较高 对 它的综合性会更好 其实 它等一下到了 这第几道 入口就甜了 差不多有六道了 现在入口的话 那就波尔堂的味道 甜的特征了 就很明显 入口的话 舌尖 整个舌尖部分嘛 都已经出现甜度了 嗯 现在是第几道水了 十四五泡 喝了十五道水 但是它 这两个茶都没有掉水 滋味感还是非常足 然后 微水的甜度 像这个波尔堂 波尔堂类会比 关公乌树 它的甜度会更高 现在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波尔堂类 它的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茶汤的话 水路很细 甜度比较高 而且它的喉韵 还有 茶气会更足 波尔堂的话 它会有带一点清凉感 而且它这种清凉感是会入喉 整体的来说 它的综合性会更高 韵味会更足 而弯公的话 它的水路会更粗一些 茶汤入口它的这种滋味感 浓强度更高 但同时它的回甘生机又会更好一些 猴韵没有波尔堂类那么深 所以这两款茶如果是不完全考虑价格的情况下做选择 如果是喜欢滋味感更足一点的 可以考虑弯公 如果是考虑它的综合性 还有韵味 喉韵 还有茶气 可以考虑波尔酳类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光就点个赞 评论一下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